人潮涌现 急速的钢琴音快变成联音 闸门一开起来 连关上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程序一天的苏醒与活跃 北杰每天的酝酿 约190万人次 上下班尖峰 早上7到9点 下午5到7点 光这四个小时 占了将近一半 等于每分钟 同时都有数千人 涌进捷运阵 刷卡近阵 刷卡近阵 大台北通勤日常 习以为常的动作 似乎也让人忘了 当年近阵的模样 蓝底磁卡 人鸟票面 唤起你的记忆了吗 这个是我们最早期 人鸟标志的单程票 就是最大众看到 再来就是时间控制员 不够年长的台北人 不够资深的北漂族 恐怕都没看过 那后续演变慢慢出现有路线图 路线图的部分 垫幅梯安全宣导 然后有分几种颜色 蓝色绿色棕色 它的颜色差别是在功能 还是在 都一样 再后来开始有一些广告票出现 像这个是几米系列地下帖 还有出了三个图案 古城门系列 这些已经没有流通的磁卡 现在想收藏 每张可能要价500到1000元不等 而稀少的通车纪念款 可能还更贵 在孙泽霖的收藏本里 一面有九张 一连翻了许多面 历史的进程 也差不多花了许年 这就是后来磁卡的样貌 对 磁卡的样貌 就开始悠悠卡的出现 回顾捷运票证大事迹 85年木榨仙通车 发行了磁卡的单程票 除值票 87年发行纸值的一句票 91年开放悠悠卡使用 一直到94年纸值票停售 而96年磁卡单程票 也正式地转变为代币的形式 遥想当年 怎么插卡怎么进站 都引发了风潮 像孙泽霖的童年 就被捷运给占据 国小的时候 就是捷运你了 对 开始结束 当时大概是九岁十岁的时候 1999年新电线通车的时候 捷运站是离我家最近的 可能一搭就是好几个小时 哇 你是用这么大的一颗 这个它也可以刷够 还是它有什么卷迹 我里面是放着卡片 哦 OK 它是一个卡套 放大版的单程票 因为像我手上这个就是 一般的大小 资深捷运民进站 果然大有不同 连观察的细节也不一样 空间只有这么大 当两片闸门在同一个位置的时候 一起缩起来 就会打在一起 对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小秘密 就是说 这一个闸门可能它比较往外 对 这一片门档 它就比较往内 熟门熟路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一个转眼 他已经换好衣服准备上工 数十年的兴趣 变成了一份站务员的新工作 其实很大的转变 在当车迷的时候 是人家来服务你 但当我进来这个职位之后 是我服务别人 他的身份 就和票阵闸门的眼镜一样 回不去了 至于记忆中的旧闸门 还有哪里看得到呢 其实全台北就两个地方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台北捷运票务中心的大本营 你可以发现现场黄色 这个是环状线的闸门 后方红色的 就是一般捷运的闸门 在这边呢 会兼进行一些系统上面的测试 或者是更新 不过在这个大本营里面 其实还留有一些重要的历史记忆 我们来带你看到 这是当年最早期的三转柱闸门 当你票放进去之后 要从这里拿起来 那会有个箭头 那就可以往前推120度 现在当我看这台闸门的时候 还蛮有感觉的 这是当年的一个东西 在公司宣处 最古早的闸门 默默积了灰尘 但其实还有个地方 持续地使用它 就在猫空缆车 只是顺应时代的眼镜 也改成了刷卡感应的模式 捷运就是换下来的自动收备系统 就是经过一番改装 那拿到缆车上去安装使用 当它从接触式变成非接触式 就变得比较快 三转柱的一个闸门 变成门档式的一个闸门 事实上人们有关拖大行星 你在经过的时候 比较不会受到阻拦 所以在整个通行速度上 有大幅的一个增加 那来因应这样一个捷运的族群的一个变多 从民国95年开始陆续更换全 目前看到的门档式闸门 全面智慧化 甚至能够减少逃票 上面有十几对的一个sensor 那来侦测你人的位置跟通行的速度 那它会侦测在通道里面有几个人通过 那于是它会来做一个技术 没有刷卡的那个合法的就是会阻挡它 时至今日 包含悠游游卡 一卡通 爱情卡 有钱卡 甚至悠游富 都能作为进出的通行证 而购买一日票旅游票 也在部分机台增设包含现金 电子票证 信用卡 电子支付 等十三种方式 甚至还没有说的 科技大楼 证券请说将出货确证 大声说出占名 中英文都听得懂 北捷的语音售票机 也是国内轨道界首座 一些科技的部分 我们都试着去尝试 而且在疫情的期间 就是事实上 人们对于接触这件事情 是比较就是有疑虑的 那我想未来就是 除非民众对它的接受程度 越来越高 我们才考虑 是不是在做一个增加 25年来的改动 就像是这样 小规模事半 再变成你我习惯的日常 在方便这个大前提下 北捷票证支付这件事 持续进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